說起男子嘴對仔 我也有男子嘴對嘴的螢幕初吻 是嗎 我給了誰呢 給了曹永延 那時候… 是甚麼戲 那一套是電影 電影 叫做《容樹頭講鬼》 明白 就是說我… 想找回自己的女朋友 是 就是回到以前的女朋友 誰知自己的女朋友 拍攝頭的胎變成了曹永延 到最後,大結局是我們倆 很浪漫地 終於找到你了 那麼神經病也有 對,所以這個初吻真的很難忘 對… 還有,其實我在TVB 拿罪加男配角 應該算是我第一個個人的獎項 亦是傳來有利 我是憑著唐心風暴 拿罪加男配角 扣虎波… 這個角色其實是黎耀祥造的 是 其實他已經開工了 不過… 不如你說… 還沒開工… 當時我開… 因為我有事,我進了醫院 是 做一個小手術 是 但小手術的康復時間很久 當時開工了 但還沒霸佔我的氣氛 當時嘉豪哥打電話給我 問我甚麼時候出院可以開工 我還沒得到,不知道 我問醫生 但一直都不知道 醫生一直都沒有告訴我何時可以 如是者談了很多次 我說嘉豪哥,你別等我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何時能出院 我說,你找另一個吧 最後他找了你 對 最後這套戲,你又獲獎了 我挺生氣的 我才說全賴有利 不然你遲見的話 我就沒機會當這個角色 要不是我獲得 對… 不過… 真的,有時候這件事是很穩定的 2007年時我獲獲 最艱難去角 2008年,誰獲獲獲 2008年,我獲獲了 也要補給我 對… 不過幸好,因為你跟我開了仙河 是 你先拿了,然後給我 當年我也覺得很幸運 因為跟我一起提名最艱難配角 全都是前輩,而且我很喜歡的演員 例如記得我可以有Poco 又有劉老師 這些全都是很好的戲之人 還有Ben S,許小雄 這些全都是最艱難配角之中的 最艱難配角 對,很大壓力 所以當時我在鄭則士的手中 取得這個最艱難配角的時間 我真的有點寒硬 還有很…怎樣說 其實我也很…怎樣說 很突然 而且我覺得很感動